今天又開始下起雨來了 最近天氣真的變化非常大 大家出門一定要帶雨傘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去郊遊 所以也不需要帶雨傘 今天有一個好朋友來分享他的裝潢作品 就是上次來分享他的新婚房那個阿布 他本身也是一個裝潢業者 他自己有開店在桃園 然後今天這個暗場 就是這個作品 他是在觀音 好像在大關路上 應該是草榻那邊吧 所以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 再跟大家分享他的裝潢的狀況喔 我們就Let's go 到家都只想放空而已 誰想做家事呢 這時候如果能夠有一台掃地機器人 該有多好 但是坊間的掃地機器人就超級貴 不然就是沒有配備陀螺椅 掃地亂掃 沒有路徑規劃 推薦大家這台CP值超高的 深保智能掃地機器人 除了配備兩個刷毛 讓龜塵無所遁形外 還配備多把功能徹底清除污垢 清潔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拿起集成盒 拿到垃圾桶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除了可以加水以外 還可以加入酒精或者是清潔劑 這台掃地機器人 除了自動清潔你家以外 還支援遙控器控制 把玩地以後自動回規充電 是不是超方便超輕鬆的啊 現在原廠特別提供優惠方案 歡迎多加利用 到了到了到了 觀音草踏地區 拿個雨傘 哇 這邊還挺熱鬧的 那邊有便利商店 然後吃 好像要吃什麼都有 那這邊蓋了好多房子 跟我上一次來 又差異很大 所以應該早一天 再來繞一下給大家看 那屋主的房子 呃 應該在前面 我們往前走 那這一條就是 排十五線 大關路 就是這邊省道 算賓海公路 那這一整塊就是觀音草踏的市區 其實這邊非常熱鬧 然後裡面就觀音工業區 所以 這邊不管是就業 或者是生活機能 其實都具備一定的能力 那屋主的房子 好像是在前面那個橘色那個 那一棟 那我們到現場再跟大家分享 在省道旁邊 就是這個社區 大關富裕 欸!阿布! 欸!這是... 這是我們同事 喔!我以為是屋主 同事阿強 阿強是不是 欸!所以剛完工阿 對對對!剛完成 剛完成喔 對對對 那我們可以上去看一下嗎 好!走走走走 一層五戶 一層五戶 就是非常適合一般的住家 欸!那我們可以進去嗎 來來來來 欸!怎麼開門快 欸!開了啊! 喔! 欸! 電子鎖耶!三星的 這也是你幫他做的嗎 建商附的 喔!建商附的 喔!做的附的還不錯耶 來我們關一下 喔!這個紮實 直接就關起來了 三星電子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兩個三千老公 飄飄在那裡 所以進來以後就一個玄關嘛 對不對 一個落成區 喔!這房子格局還不錯 有一個玄關落成區的區域 然後你幫他做了什麼 就是一個鞋櫃在這裡 哪有一個鑰匙 放鑰匙還有 欸!這個放什麼? 這個可以放什麼? 一些展示品 展示品 皮修 水晶洞 哈哈哈 所有賺錢招財都在這邊 所以下面放一些 做一些櫃子啦 然後 一些 上面一些置物空間 下面是鞋櫃 這邊其實也是鞋櫃 對 這一幅畫 簡直 放在這中間 然後配色 哇!超讚的 那這個是 泡麵 對不對 不是 我以為這是放泡麵 鞋櫃 所以它鞋子應該算蠻多的 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然後 我們就直接 轉過來看一下 欸!這邊是客廳了 欸! 哇!這客廳剛剛好 這是幾坪的房型啊 其實也不知道對不對 三房 三房的房型就對了 對 所以你幫他做了 這一整面的展示櫃 是 然後還有 電視下面電視櫃 然後沙發的背牆也有做 這沙發背牆很特別 這是什麼材質 這是一個木座的清水磨皮 木座的清水磨皮 所以它有釘出一個牆板 對一個厚度 厚度 然後這邊旁邊再做 收編條 收編條 框的部分 然後天花板是做很簡單的平釘 是 完全平釘的 沒有做間接照明 那一般就是 如果說要做的更花俏一點呢 這個 這個 梁的這邊呢 會做 一些間接照明啊 呈 呈板燈啊 之類的 隔柵 隔柵 讓它看起來不是這麼突兀 不過 這間房子因為不會太小間啊 所以 其實 不會讓你覺得這個地方壓迫感很大 不會不會 還不錯 有一個大陽台啊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窗簾也是你包的嗎 不是不是 窗簾屋主找的 窗簾是屋主自己找的 就對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外面長怎麼樣 真的是氣密窗 看出去就大關路啦 這是大關路嗎 對 外面那就是大關路 然後面是重劃區 整個重劃區的規劃的感覺 那邊就大關路 大關路在我們後面 在那個方向 大關路在那個方向 不一樣 這個可能是裡面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裡面走 好 好 那這個房型三房的部分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梯 這是屬於餐廳的 餐桌區 其實 這規劃很不錯 因為現在很多 很多公司 就是公共區域是變得非常少 非常小 所有人吃飯都在那邊吃飯了 吃滷味吃泡麵 吃鹹酥雞都在那裡 哈哈 所以它這個房型是有多這一塊 我覺得至少要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一間是房間嗎 我們看一下 這廁所 廁所你們有做什麼嗎 沒有 沒有 標配嘛 建商標配 它這個排風機在這邊 三建築包含乾濕分離 然後廁所也蠻大間 而且是方正的 沒有對外窗 然後所以三房有三個房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廚房好 廚房進來 大概是現在標準三房的 這種一字型的廚櫃 這邊 冰箱還沒來 這感覺冰箱也要裝大台了 然後再來就是Sakura的三機 那這是櫻花三機 這是吊掛式的 吊掛式的烘碗機 吊掛式的烘碗機 因為可能它這個寬度沒有做到很大 所以它這邊要再做一個 這個烘碗機可能比較困難對不對 裝不進去 要60公分才塞進去 所以櫥櫃要多寬 才有辦法裝60公分 80 80 60 大概2米4 2米4以上 我發現 因為它的這個洗碗槽比較寬對不對 沒錯 所以它佔用掉太多的這個空間 如果它這個 裝小的 可能這邊的寬度就夠 就可以進去 這個就看大家的配置 建商當時的配置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後陽台好了 誒 後陽台看出去 喔 電視啦 洗衣機啦 都有 誒 這後陽台超大誒 而且很方正 所以要掉衣服 要幹嘛的 這邊都可以 甚至中秋節 這邊也可以烤肉 我們看出去那邊就有一間 7 有一間 這就大關路 萊爾富 這就大關路 這就炒套的寶藏宮 寶藏宮 在那邊 那邊 所以那邊有好吃的廟口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就是三間房間了嘛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客房吧 這是客房是不是 女兒房 女兒房 誒 這間的對外窗是對後陽台 但是它的房間蠻大間的誒 我們現在一般看到三房 如果是對後陽台的那一間就客房 超級小間都是 只有 能放的就是只有一個單人床 但是它這一間居然雙人床放下去 還可以直接橫的再放一個 六尺櫃 這等於是 誒 現在很多這種次卧或者主卧室 大概就這麼大而已 所以這一間算蠻大間的 大概是這樣 可是它這一間都沒做對不對 只有做天花板 對天花板 然後做燈還有油漆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一間是 兒子房 這間才是客房啦 這間才是客房 這間就是我剛剛講 很多是做 就是單人床的部分 但它這一間還可以做到家大單人 所以其實 睡兩個人急一點還是睡得進去 所以兒子 房間比較小 小的部分 一樣是做這個現成家具 然後背牆的部分 你們有做一個跳色的 我只有選擇一個跳色 OK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而且顏色它選的這個是 小男生喜歡的淺藍色 而且你們的跳色還蠻多顏色的 這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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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連窗簾都有特別挑選過 藍色的 屋主對軟件很用心 屋主對軟件很用心 你看它連床單 全部都是一體式的 所以會規劃的人 整個房間看起來就不會 覺得怪怪的對不對 然後這一間就主臥室了 好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主臥室 哇 主臥室 主臥室的部分好像就有做櫃子對不對 有 這個就是床頭的系統櫃 這一整組就等於 你看 它不只有收納的櫃體 它連梳妝台都直接整合在這邊 它有什麼功能 這個 機械很小 這個是整合型的一個梳妝台 蓋起來的時候 你還可以放一些你的一些 保養品啊 什麼化妝水就放在那邊 蓋起來 平時蓋起來看起來就不會很雜亂 下限又一個緩衝 又一個緩衝 不會直接掉下來 所以等於說 它這邊有多做這一個 聽說你五金劍都用高級的 你五金劍 用比較好一點的 是什麼 進口的 海浮勒的 海浮勒是什麼 德國海浮勒的腳墊 喔 德國的喔 是 對 然後它這個 天花板也全部都已經 平釘做好了 然後這邊 就做 它的對外窗 一樣是對 剛剛那個 後面那一邊 不是大關路那一側 所以這邊呢 還有做什麼 就是我們在放燈的時候 都會閃過床 人躺在床上的時候 不會覺得這麼刺眼 喔 所以你會把光線 避開床的部分 是的 不會說我躺在這邊 結果上面一盞燈 一盞燈照著你 你就是展示品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是不是 喔 欸這就是細節跟美感 欸 可是這一排 它怎麼沒有做系統櫃 它這個也是現成傢俱嗎 現成傢俱是 那我跟大家講喔 現成傢俱跟系統櫃 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 系統櫃啦 你看這個 直接就封頂了 所以它上面不會藏屋納購 有沒有 這邊是沒有 它是直接擺進去 因為 這個現成的傢俱 它的高度一定不可能是 符合你這個房間的高度 所以它上面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空洞 欸 我現在是拍不到 但是 應該 大家看喔 這個地方呢 之後就很容易藏屋納購 那這就是 買現成傢俱的一點缺點 那如果說 欸 當時應該是 這個屋主他 可能預算上 不想花那麼多錢 屋主也不常住這邊 屋主不常住這邊 就是回來老家的時候才住 這邊是他的老家 喔 所以等於說 他想說 那就是 就簡單一點 那假設我這一組 想要做成系統櫃的話 大概 要多少錢 大概三四萬吧 三萬多塊是不是 五萬看裡面的配件 喔 看配件啦 主要是看五金件 那因為現成家具 這一組應該也要個 一兩萬塊應該要齁 那一兩萬塊跟三四萬 就是有一點點的落差 看你自己齁 如果說你 預算多一點點 就可以變成 這樣一整體的系統櫃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齁 OK 那他這個最後還有一間 欸 這個主臥室的衛浴 喔 主臥室的衛浴 它是 呃 有一個浴缸 三件式的 有一個浴缸 那都是配美標的 American Standard 它的 這個 衛浴設備 有一個對話床 哇 哇 欸欸欸欸 喔 上一次見面是在什麼地方 上次在門市 在桃園對不對 這一次跑來觀音了 真的 有一段距離 都超越機場 要比機場在外圍 所以就是 這個幾乎是北台灣都跑的 是是是 新竹以北都可以 新竹以北都可以 這個阿布的門市 我們上次有去看 算是專業做這種 櫃體系統櫃的門市 所以大家如果說 對於這個 預算上比較有限 每次很多人來問我說 要裝潢的時候 預算怎麼拿捏 我說如果你預算上 真的很有限的話 建議 不要去找便宜的木工 因為木工的落差 那個工夫啊 撐遲不及 差異很大 你找便宜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到最後你會很後悔 怎麼會這樣 但是 系統櫃因為它是工廠去生產的 所以它品質很穩定 然後現在的選擇的樣式 跟試樣也非常多 所以系統櫃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選擇 不一定全部都要找木工來做 像它這一間呢 整個做下來呢 整個規劃也不是 雖然說 可能都是系統櫃 可是也不會讓你覺得很 很實版很呆版 就你可以自己 再搭配一些細節 比如說這個背牆啊 燈啊這樣子 看起來也還不錯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 房子好了 你這個 當時是什麼 它什麼時候請你來 大概我們過年前簽約 過年前就簽約 過年前就簽約了 過完年開始施工 過完年開始施工 施工大概兩三個月的施工時間 這個也要施工到兩三個月 所以等於說系統櫃其實它速度沒有比較快 沒有錯 兩三個月從木工開始進場 對 因為它也有做很多木工 有一些木工 但是櫃子的部分全部用系統櫃 是的 所以這個等於說 木工的部分花比較多時間 系統櫃其實如果單純要做系統櫃比較簡單 現場在組裝系統大概三天 三天就組裝好 原來是木工 所以等於說 它用了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做下來 然後總共我看 地板它沒有做 因為一般如果新房子 現在可能會做一些 HPC卡扣式的那個木地板 像你家那個 那它地板沒有做 然後因為它本來就在外地工作 然後假日可能帶著老婆小孩 回這邊的時候 要居住的 要度假用的 所以這個 就沒有這麼多的 有的沒的 花俏的東西就比較沒有 所以這樣子 總共我看 客廳的櫃體 還有這個 那個叫做玄關 再加上天花板 牆板 然後一些燈飾 全飾的燈飾 全飾的油漆 全飾的油漆 油漆很貴 不要以為油漆隨隨便便的 油漆你看 它這個油漆的品質非常好 所以這樣子總共花了多少錢 它總共在裝潢部分 大概花了50萬 裝潢部分花了50萬就對了 真的是小吃 好像隨隨便便去人家家裡一看 你這張花多少 82萬 120萬 結果也是差不多就是這些櫃子 然後你這個才50萬 為什麼你的比較便宜 還不含軟裝 這些 當然這些不含 就是光是裝潢 光是兩三個月 才50萬 怎麼那麼難賺 我看別人設計師都開跑車了 到底是你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考量一下 如果說是你預算上有一點點限制 或是你花太多錢買房子 你不想花那麼多錢裝潢 其實也可以跟阿布詢問一下 他們兩個就是同事 感覺就是很專業 每一個細節都跟我解釋得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這些外觀的東西呢 可能是一件事 但是它連五金件 配件類的東西都給到德國 德國比較耐用 結果才還是這個價錢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歡迎私訊 然後諮詢 那如果說你想到他門市去看一下的話 也可以直接到門市去 門市在哪裡 在桃園火車站附近 桃園火車站附近 有興趣的再跟我說一下 我再跟你說那個地址在哪裡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 下一次有機會記得再多來分享一下 我們喜歡拍這種小資組的 那種什麼四百萬六百萬的那個 其實一般人就是沒關係 就是當作參考或者是欣賞 但是真正會花錢 或者是我們是我們一般人 我們希望可以多看一點這種 小資組的裝潢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我們阿布還有他的好朋友 你們是同事嘛對不對 同事同事 阿強 一起來分享 我們期待這個阿布 下次再來跟我們分享更多他的裝潢作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回到家都只想放空而已 誰想做家事呢 這時候如果能夠有一台掃地機器人 該有多好 但是坊間的掃地機器人都超級貴 不然就是沒有配備陀螺椅 掃地亂掃沒有路徑規劃 推薦大家這台CP值超高的 深保智能掃地機器人 除了配備兩個刷毛 讓灰塵無所遁形外 還配備拖把功能 徹底清除污垢 清潔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拿起集塵盒 拿到垃圾桶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除了可以加水以外 還可以加入酒精或者是清潔劑 這台掃地機器人 除了自動清潔你家以外 還支援遙控器控制 好完地以後自動回歸充電 是不是超方便超輕鬆的啊 現在原廠特別提供優惠方案 歡迎多加利用